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我们看到整个币圈又是震荡非凡 随着CVGET爆雷,整个币圈又是开始暴跌 确实比较惨的,我们可以看到主流币 比特币和以太24小时分别跌了7%之多 这是非常夸张的事情 我们看7天,比特跌了15%,以太跌了13% 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 你看相比起来山寨币而言,都差不多对吧,都差不多 跌幅非常的相似,这已经很夸张了 作为龙头币应该比较稳的,跌起来还是这么的夸张 我们先看一下,上期做的视频大家给我的支持 149个点赞非常的给力,大兄弟们非常的给力 确实上期这个bitreview还是非常好用的,非常好用的 我们看看今天的视频能不能超过150个赞 超过150个赞 好,那暴跌的原因呢,我们之前讲过 主要是昨天爆出CVGET的爆雷,对吧 然后已经自愿的进入了清算,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那CVGET在昨天说,他将会有序的结束银行业务并自愿进行清算 就是破传清算了对吧,然后呢在清算过程当中呢 他会把钱对吧 考虑好最好的保存资产的剩余价值 有序的结束,把钱分给散户 等等等等,这个和FTX还是不能比 那CVGET爆雷的最主要原因呢是由于和FTX的纠割 对吧,他因为CVGET是加密 CryptoFriendly,对加密货币非常友好的一家银行 对吧,允许加密货币的出入金,然后FTX可以说是CVGET最大的一个客户 当FTX爆雷之后,CVGET就内优外患 最近又有很多人集体bankrun,集体要取钱 导致CVGET青黄不解 我们可以看一下CVGET的股价 CVGET stock price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好,对吧,我们直接看 SI CVGET capital cup 直接看max,我们可以看到CVGET是从2019年对吧 2019年上市 13刀,对吧,到最高 在币圈最牛的时候,大家到了219刀 现在只有两刀,对吧 两刀 从219刀跌到两刀跌了多少 99% 对吧 200的1%是两块钱 对吧,所以跌了99% 非常的夸张 这个跌起来和币圈也没什么区别 而且现在几乎要归零 归零 CVGET 好,到最后呢,我们还会讲 我们讲完CVGET呢,由于CVGET爆雷 又在其他的一个银行又爆出了问题 这个是 叫做硅谷银行 叫做SVB Financial 大家看这个,看这个也行 对吧 SVB Financial SVB Financial 他股票代码叫做 什么SIVB SIVB 正如说,SIVB是在美国 排名第18的银行 第一 第一是JP Morgan 对吧 有 3个Tillion的资产 3个Tillion Bank of America 然后是City Corp 花旗 美国银行 花旗 Wells Fargo 高山 对吧 摩根斯坦利 这些都耳术能详 后面可能大家都 不太了解 对吧 HSBC 大家肯定知道 对吧 American Express 大家肯定知道 SVB 还是很大的 有212个Billion 对吧 212个B 就2000亿的资产 而且SVB叫做Silicon Valley Bank 就是硅谷 硅谷银行 硅谷银行在 在California 对吧 那些硅谷的科技大佬们的钱 都存在这个银行里面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2000亿美金 排名第18 那发生什么事呢 而且他是PTC PTC 大家肯定都知道 对吧 PTC 有他什么 Founders of Fund 的基金 大家都知道 由硅谷分头教父 PTC 共同创造的 风险投资基金 Founders Fund 建议 企业从硅谷银行撤资 担心其业务的稳定性 该公司告诉投资 客户 将他们的资金从银行取出 没有任何的坏处 这PTC 发话 让大家把钱取出来 你看在Civilgate 报来的时候 SVB 昨天股价暴跌60% 盘后 盘后交易又跌了20% 非常的夸张 非常 现在要bank run 大家都要把钱取出来之后呢 就会发生巨大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SVB SVB他网站也瘫痪了对吧 网站部分网站瘫痪啊 数十家分头建议从其撤出资产 如果在美国大兄弟的在硅谷的 你把钱存在SVB 里面建议第一时间把钱扯出对吧 经过ft吃了ftx亏啊 千万不要吃第二个亏 钱是你自己 钱是你自己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SVB的股票 好吧 SVB SVB S S 那个叫什么 SVB SIVB SIVB 对就这个对吧 Silicon Valley Bank Financial Group 现在是106块 我们看Max 非常老牌的银行 1987年就上市了对吧 也有 30 30几年的历史 对Silvergate 只有三四年历史不能比 人家是有三 30几年的历史 1988年 那时候呢 才6毛钱 最高在币圈最牛的时候呢 达到700块 哇菜牛比700道对吧 这个银行的规模和SIVA gate是不能完全不能比的对吧 SIVA gate完全不比 然后是直线下界 直接从300道跌到了106道对吧106的 一天之内暴跌了60%暴跌60% 对吧你看这个曲线 非常的夸张啊 非常夸张 SVB 美国可能又 进一步 和加密资产相挂钩的银行呢 会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问题 进一步的暴风雨又要来临了对吧 所以币圈跌的很惨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 银行对吧 纷纷下跌很惨 都跌5%左右 JP Morgan对吧 Citigroup Bank Bank of America 对吧等等等等 几乎都在跌 1983年创造的银行 好这个就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 好吧注意风险 SIVA gate的爆雷对吧 清算 清算 影响比特币 大幅波及及比特币的侨义 对吧 以比特币计价的交易量在过去24小时下降35% 活跃地址下降10% 三月份变成250亿对吧 两月份是360亿真正跌了三分之一 交易 交易量明显下降 也要要进入比较惨淡的一段时间 好吧未来一两个月肯定会比较惨的 比较惨的 同时如果你手上有资金的话又是一个好的时机 又是个好的时机 好 好 SVB SVB讲完 我们看美国总统拜登要说 要开始收税了对吧 对加密货币 挖矿用电 征收30%的税 这个是蛮狠的对吧 蛮狠的 你要挖矿 我要给你征税 蛮狠的 昨天晚上又出现一个幺蛾子 就是我们孙哥的火币对吧 孙哥的火币 突然间 你看这根 本来是在一直在 四刀五刀左右 对吧 三四刀五刀三刀四刀左右 突然间昨天从三刀从四刀跌到了三毛钱 跌了90%以上 一根针插到这边0.3毛 现在又反弹回来了 这个就是如果你去做合约 这不可能活下来的对吧 如果你去做多 你不可能活下来的 你只有死 只有死 所以 还是建议啊 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做合约 特别是这种小币种的合约 特爱太夸张 然后孙哥说一切正常只是部分用户触发杠杆连环爆仓 这个连环爆仓也太夸张了 对吧 直接从四刀跌到三毛钱 超过93% 这个也有点太夸张了对吧 对吧你看到跌了你去做空啊 马上又反弹到三块九毛五 你又爆掉多空双爆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吧 这个是昨天晚上我看各大群都在码 都在码 是我的火地火 HT突然没了对吧这个真的是太夸张 太夸张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篇文章啊 叫区块链女性力量的崛起 我们来看一下在区块链这个行业里面 有哪些特别强的女性 我看一下 应该有一篇更好的文章我来看一下 我有这篇文章 在哪里开大一篇 blockbeats 这篇文章 啊这边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啊 文明web3对吧区块链的超级女性 啊 哎好像也不是这篇文章吗 我之前看到哪一篇文章 因为之前是三八妇女节嘛对吧 所以有很多 类似的文章 3月5号 超级女性 9月6号 应该是在 3月8号的文章 应该是 转一下子找不到了对吧 上次看到的篇文章一下找吧 我们就不说了 反正总的来说啊 我们整个币圈目前还是非常的震荡啊 希望大家能够 控制住自己的风险好吧 我估计未来的一两个月都会 都会比较凄惨 特别是在 硅谷银行又爆出了重大的事情之后 对吧这个银行业啊受到打击 那整个银行作为financial的资助 一旦 出现任何的风吹潮动啊 都会有很大问题 这也说明什么 其实银行也是不稳的 任何银行也可能是 也可能是那个挂掉 任何银行都会被清算掉 也有可能钱拿不出来的问题 所以还是啊 放在自己的钱包里面最稳对吧 去中心化最稳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做加密货币啊 做去中心化一直倡导的啊 自己 自己的钱自己保管对吧 他们也不放银行啊 他们觉得银行不稳 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 这确实又非常的难 对吧非常的难 行那这里是韭菜兄弟好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 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 这就算什么呢 终点 我们下个视频